第1981章 仿造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漫漫星空之路上 一抹隐藏在灰色云雾之间的战剑 悄无声息地移动着 吭枪 哄 当啦 巨大无比 横跨三千里的战剑甲板之上 两道高大无比的粗壮身影 挥舞着手中的铁棍 剧烈地对轰着 看着谁也不服谁 谁也压不住谁的袁红和牛腔 楚行云的目光中满是鸡赏之色 这两个憨货 潜力实在太过巨大 天赋实在太过恐怖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飞快地提升着 可惜的是 虽然两人彼此之间就是最好的对手 但是 总的说起来 他们的对手还是太过单调 攻击的手段也都相差不多 真正的星空世界 星球一照 更是拥有着上万种族 战斗的方式 技巧更是多种多样 仅仅只习惯了一种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袁红和牛腔 想要恢复祖先的荣光 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漫漫星空之中 那数以万计的星空种族中的各路高手 才是他们最好的魔刀石 不过现在嘛 虽然 楚行云还无法为他们提供合适的 足以和他们旗鼓相当的对手 但是却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 心念一动之间 幽灵战舰的甲板之上 一阵轰然声响 大地开裂之下 一只只肌肤清灰 但是却无比健壮的巨人 纷纷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仔细看去 这些清灰色的巨人 身高都在三米左右 一身的肌肉 犹如钢铁铸铸的一般 闪耀着金属光泽 一片片 一群群 围绕着袁红和牛腔 大量的巨型僵尸 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如果说 白骨战士凭借的 更多是金骨之力的话 那么作为僵尸 更拥有着肌肉之力 以及肌肉赋予的超强防御力 整整三千只 境界相当于普通地尊的僵尸 纷纷从地面下钻了出来 蜂拥着朝袁红和牛腔涌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袁红和牛腔不由的一愣 仰天大叫道 大王 你的士兵造反了 听到袁红和牛腔的话 楚行云哈哈一笑 大声道 不是他们造反了 我是想让你们适应一下群战 你们可小心了 这些家伙可不好对付 楚行云的话声刚落 牛腔便粗着嗓门大声叫道 大王 那如果我们要是把他们砸碎了 不要紧的吗 面对牛腔的询问 楚行云道 这里是死灵世界 这里并没有生命体 他们本就是死的 你又如何能再杀死他们一次 说话之间 楚行云微微顿了一下 随后继续道 这些僵尸 其实并非是真的僵尸 只是死灵界的死灵 与九段合金融合 诞生出的钢铁傀儡 有本事的话 你们尽管砸碎就是 汗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洪和牛腔顿时对望了一眼 开什么玩笑 九段合金 那可是与帝兵相当的硬度 哪是那么容易就砸碎的 不过 虽然心里暗暗打鼓 但是事实上 袁洪和牛腔的精神 却不由地兴奋了起来 一直单打独斗 袁洪和牛腔早就腻歪了 只有以一荡摆 以一当千 才最是爽快 好 好 好 仰天咆哮声中 袁洪和牛腔背靠着背 手持着冰铁棍和混铁棍 面对着蜂拥而来的三千钢铁傀儡 内心的战意无限提升 杀 终于 袁洪和牛腔同时抱败一声 猛地冲了出去 手中的铁棍 呜呜作响地挥舞了起来 乒乓 咚 铁棍挥舞处 一具具钢铁傀儡 被那长九米 粗壮无比的铁棍 瞬间轰飞了出去 一连飞出去上千米 这才砸落在地面之上 仔细看去 在袁洪和牛腔的蛮力之下 即便是九段合金 也硬是被抽的扭曲变形 整个钢铁傀儡都被砸扁了 不过 钢铁傀儡毕竟是傀儡 并没有生命 因此 慢慢从地面爬起来 一边爬 身上的伤痕 一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当钢铁傀儡终于爬起身来时 全身上下 已经促心无比 连一丝划痕都找不到 前赴后继之下 三千钢铁傀儡 犹如潮水一般 朝着中间的袁洪和牛腔冲击着 乒乒乓乓 面对三千钢铁傀儡 袁洪和牛腔打得无比痛快 铁棍越挥越有力 越打越精神 可是渐渐的 这两个憨货 发现不对劲了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的对手 只有三千人而已 可是事实上 这些家伙根本不会受伤 也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就算被砸飞出上千米 这些家伙也会迅速爬起身来 再次朝这边冲过来 如果是僵尸的话 那肯定行动缓慢 而且作为血肉之躯 强度不可能太高 可是这些钢铁傀儡不同 行动快如闪电 身躯的强度更是强悍无比 而且即便被砸出凹痕 也可以在瞬息之间恢复 这根本就是一群砸不死 锤不烂的铁疙瘩 眼看着这些钢铁傀儡 一一被砸飞 楚行云右手一挥之间 直接将一只钢铁傀儡 摄取到了面前 仔细看去 牛航刚才全力的一棍 抽在这具钢铁傀儡的胸膛之上 巨大的力量下 钢铁傀儡的整个胸膛 都被抽扁了 而且 整个上身 都已经严重扭曲变形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这钢铁傀儡 是有缺陷的 虽然身躯是九段合金 凝聚而成的 但凝聚的方式 却太过简单 简单说 这些钢铁傀儡 其实就是九段合金 以最简单的方式 塑造而成的 其体内 并无骨骼 也无内脏 死灵世界的天道法则 最独特之处 就是可以凝聚出无限的 没有生命 也没有主观意识 只有战斗本能的灵体 这种灵体 因为没有生命力 所以死灵世界 也算是死星之一 死星诞生出的灵体 便被地天一贯 名为死灵 也算是名副其实 这种死灵 可以驾驭一切没有生命的 五行之内的一切物体 其中包括金属 当然也包括各种 骸骨和尸体 这三千具钢铁傀儡 便是死灵驾驭九段合金 所形成的钢铁傀儡 但是其内在的结构 显然并不理想 并无成立的结构 心念一动之间 楚行云的脑海内 迅速闪过了无数种解决办法 最后 楚行云终于猛一点头 双手飞舞之间 一块块九段钢铁凭空凝聚 纷纷凝聚为骨骼之形 随后纷纷组装到了一起 很快 一具完全由九段合金凝聚而成的人类海骨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由于没有研究过其他人 因此楚行云仿造自己体内的骨骼 炼制出了一套一模一样的合金窟窿 当然 楚行云现在的虚空法身之内 其实也是没有骨骼的 楚行云真正仿造的 并非是现在这具躯体 而是楚行云本尊的肉身 本章完 第1982章 傀儡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舞者都是可以内视的 对于自己的躯体 自然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 因此 虽然只是按照记忆中的印象去塑造 但是事实上 这具骨骼 与楚行云本尊的骨骼 基本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凝聚出钢铁骨骼之后 楚行云并没有停下来 双手连续挥舞之间 一道道振幅和道纹 密密麻麻地出现在了合金骨骼之上 灵魁 没错 时到如今 楚行云正在做的 就是制造一尊灵魁 以供那些死灵驾驭 双手如行云流水般挥舞之间 一道道 一排排 一列列的符纹 犹如流水般 浸染了整副钢铁骨骼 速度快地出奇 很快 钢铁骨骼之上 便完全被密密麻麻 犹如银头大小的符纹布满 满意地点了点头 楚行云大手一挥之间 一层层九段合金 自虚空中涌出 不断地覆盖在了那钢铁骨骼之上 每果上一层钢铁合金 楚行云的双手便迅速飞舞 在那层钢铁合金之上 布下九道符纹 一共九层合金 九九八十一道符纹 覆盖了钢铁战区的每一寸肌肤 随手抓过一道灵体 按进了钢铁战士的脑海中 满意地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好了 你去吧 接到楚行云的命令 那钢铁战区 一点犹豫都没有 猛地转过身 朝着牛航和圆红 便冲了过去 吭枪 轰隆 只多挡了两棍 那具钢铁战区 便再次被牛航一棍抽中 直飞出了上千米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 右手探出 凌空一抓之间 再次将那个钢铁傀儡抓了过来 近距离下仔细看去 那钢铁傀儡的身体内 多了钢铁骨骼后 显然强度提升了很多 同样是被牛航一棍抽飞 但是这一次 却只是在钢铁傀儡的肌肤上 留下了一到四五厘米的凹痕而已 按理说 楚行云已经该满意了 可是事实不然 毕竟 这钢铁战区 还是有着很大改进和提升余地的 右手一挥之间 那钢铁战区的九层钢铁肌肉 一层层的剥离了开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钢铁骨骼 楚行云欣慰的发现 人类的骨骼 果然是上天最精密的杰作 遭受如此重击之下 竟然没有丝毫的变形 硬力和受力 以及力量的传道 堪称完美 虽然谷语云 人定胜天 可是事实上 人再怎么厉害 也制造不出比人更精密 更奇妙的事物 人类的骨骼 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完美 但这已经是经过亿万年进化后 最完善的形态了 因此 对于骨骼方面 楚行云没什么可以改动的 不仅仅是骨骼的形状 就连骨骼上的符纹 也是如此 毕竟 这可是莫忘功 上万年的经验 和智慧的结晶 至于九层肌肤上的符纹 恐怕就不一样了 沉吟了一下 楚行云长吸了口气 双手开始全速挥舞了起来 原本 九层肌肤 合计81道符纹 可是这一次 每一层肌肤上 楚行云都布下了40道符纹 九层肌肤 合计360道符纹 最后 在钢铁战区的最外层 表面的肌肤上 留下了五道代表着五行中 金型的金色符纹 自此 九层肌肤之上 楚行云一共留下了365道符纹 炼成了大周天金刚战区 比大周天金刚战区更高的 也不是没有 但也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 拥有3000符纹的混沌战区 只不过 那是天尊都未必能炼制出来的 楚行云连想都不敢想 天尊以下 365道符纹的大周天战区 便已经是极限了 坑枪 叮当 轰隆 无奈的是 即便是365道符纹的大周天战区增幅下 那具钢铁战区 也只是多挡了两挂而已 随后 还是被牛行一棍抽飞 不过这一次 当楚行云将那钢铁战区 射取过来的时候 仔细看去 那钢铁战区的身体上 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转眼之间 便自动修复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说 连牛行权力的一棍 都只能留下这么浅的痕迹的话 那么这钢铁战区的硬度 看来是足够了 至于其攻击的威力 这个不能强求 这和钢铁战区的境界挂钩的 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 楚行云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终于 三个月后 当幽灵战舰终于抵达星辰之海 北方的入口附近时 三千尊钢铁战区 全部被楚行云炼制成了 大周天钢铁战区 拳 脚 招 挥舞着肢体 三千具钢铁战区 围绕着袁洪和牛夯 一顿狂揍 虽然难免被一棍轰飞的结局 但是却也压得袁洪和牛夯 汗流加倍 看着钢铁战区 减落到极点的攻击手段 楚行云不由地摇了摇头 光用拳脚怎么能行 还是要用兵器才是 星念一动之间 次元空间内的天幕之上 三千到森寒的星光一闪之间 三千柄黑光血剑 瞬间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大手一挥之间 三千柄地兵级的黑光血剑 呼啸着飞了出去 战斗中 所有的钢铁傀儡猛地仰头向天 朝那密密麻麻的黑光血剑 看了过去 下一刻 三千钢铁战区猛地跳了起来 凌空抓住了那三千柄黑光血剑 重重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眼看着三千的打不死 垂不烂的钢铁怪兽 竟然持上了凶器 元洪和牛夯 顿时瞪大了眼睛 随着黑光血剑入手 刹那之间 一道肆虐的黑红色魔艳 迅速在三千钢铁战区的躯体上 升腾了起来 下一刻 三千钢铁战区 呼啸着朝元洪和牛夯涌了过去 痴痴的呼啸声中 黑光血剑挥洒着黑红色的剑气 只杀得元洪和牛夯 嗷嗷怪叫 原本还揍得三千钢铁战区 满地滚的两个憨祸 此刻却再没有丝毫得意了 虽然他们可以抗住黑光血剑的斩机 但是却无法躲开 那长达九米的血光剑气 只一瞬间 他们便被切割的变体鳞伤 被逼无奈之下 元洪和牛夯猛地激发了血脉之力 可是 这固然让他们可以轰飞那些钢铁傀儡 可是防御上 却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无奈之下 元洪和牛夯 几乎同时开启了魔猿霸体 以及混式魔体 两大逆天战体一开 效果果然逆天 那黑红色的剑气 已经无法切割开两人的肌肤 即便用尽全力 也只能在两人的肌肤上 留下两道白色斩痕而已 不过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已经很满意了 这三千钢铁战区 对真正的高手肯定不行 可是对上普通的帝君的话 却绝对是无敌的铁金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三千钢铁战区 只是出成品而已 经过不断的战斗和修炼 随着死灵世界不断变强 他们的实力 也会水涨船高 本章完 第1983章 黄金陨石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只要给足时间 这些钢铁傀儡 绝对可以成为 一支无敌的铁军 无比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着那群前赴后继 奋战不休的钢铁战区 楚行云断然道 很好 从今以后 你们便是钢铁战士 说是钢铁战士 事实上 这三千钢铁战士 正是帝天意推理出的 僵尸炼制之道 只不过 楚行云不喜欢天天去研究 那些腐烂了的 臭味扑鼻的尸体 因此 直接以灵魁代替了僵尸 交由死灵驾驭 现在看来 效果还不错 虽然不知道 和真正的僵尸比起来 到底谁强谁弱 但就楚行云想来 当时各有所长骂 嗯 正满意的点头之间 一道锐利的金光 一闪而逝 心里一动之间 楚行云瞬间切换到蟒蛇之区 开启了一条次元通道 朝着那金光 传来的方向赶了过去 下一刻 遥远的星空之中 一道不起眼的土黄色星球之前 一道次元裂缝 瞬间开启 楚行云的蟒蛇之区 蜿蜒着钻了出来 看着这个大约 有乾坤世界三千倍大 但是毫不起眼的行星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如果不是本身 已经达到天地境界 楚行云一定会以为 自己看花了眼 否则的话 这么普通的一颗星球 怎么会放射出 如此锐利的金光 疑惑地围绕着行星 转了一周 终于 楚行云发现了一处 陨石撞击的巨大凹痕 仔细看去 这颗行星 显然刚刚遭受撞击 巨大的陨石坑中 黑烟滚滚 那滚滚的黑烟之中 不时地闪过一道道金光 这 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 楚行云第一时间 钻进了这颗星球的大气层中 全神感之下 很快 楚行云狂喜地瞪大了双眼 这颗星球 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只是一个小行星而已 可是事实上 这根本就不是星辰 只是一块巨大无比的陨石而已 之所以如此肯定 是因为这方世界之内 根本就没有一丝法则的痕迹 自然也不可能有天道的存在 没有法则 也没有天道 那就只能是陨石 这是星空世界最基本的常识 通常而言 陨石并不是球形的 都是碎片状的 而这颗陨石 之所以浑源如星辰一般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 这是一块奇特的 八成由黄金 凝聚而成的陨石 一兆年前 这块陨石 显然是某个星球的一部分 也许遭受了撞击 又或者是世界的寿命 走到了尽头 那方世界崩解了 而这块陨石 则成为了陨石 原本 陨石不该是球形的 但是这块陨石体积太大了 而且 八成是由金属构成的 因此 受地心引力影响 黄金向下沉 将整个陨石的形状 聚拢成了一个球体 看着这块 足有乾坤世界 三千倍大的巨大陨石 一想到 这块陨石八成是黄金 楚行云即便身为天地 也不由得眼冒金光 不要以为 天地就不需要黄金了 事实上 黄金 是炼制五行灵金 最重要的材料 金银铜铁锡 最难得到 最珍贵的 就是黄金了 其他四种金属加起来 其价值也只是黄金的零头而已 负责地说一句 不管哪个世界 黄金的价值 永远都是昂贵的 即便是诸天神佛 即便是天地和天尊 对于黄金 也是多多益善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是用黄金买不来的 这一点楚行云承认 但是这仅有的几项 用黄金买不来的事物 却并没有贬低黄金的价值 反而更凸显了黄金的昂贵和稀有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句话是真理 但是事实上 这句话到底是贬低了黄金的价值 还是抬高了呢 原本 楚行云还在担心 担心进入星辰之海后 因为身无分文 遇到好东西 也没办法购买 可是 现在没这个担心了 只要炼化了这块陨石 获得如此多的黄金 还有什么买不到的呢 兴奋之下 楚行云直接将蟒蛇之躯 留在了这颗星辰之上 而虚空法身 则留在战舰之上 如此一来 不管相隔多远 蟒蛇之躯 都可以瞬间开启次元通道 定位在虚空法身的位置 一路赶回楚行云身边 将蟒蛇之躯 以及丁香姐妹 和他们的烈焰军团 留在了那颗土黄色的星球上 接下来 蟒蛇之躯 开启了十日齐天 而丁香姐妹和烈焰军团 则开启了365 周天星火大阵 全力炼化 这块巨大的陨石 虽然土黄色星球的体积 无比巨大 足足是乾坤世界的3000倍 可是融化陨石 比融化一方世界 要简单的太多太多 任何一方世界 哪怕是死星世界 也都是有天道的 有法则守护的 熔炼起来是困难重重 绝非易事 而陨石就不同了 说白了 陨石就是一块超级巨大的石头而已 直接熔炼就是 只要温度达到了 就会融化 不过 即便如此 这颗星辰的体积 还是太大了 想要彻底提炼出其中的黄金 需要的时间还是不短的 不过好在 楚行云也不急在一时 提炼不完 那就慢慢提炼好了 反正金山在那里 又不会长腿跑掉 急什么呢 且不说蟒蛇之躯 以及丁香姐妹 和烈焰军团 如何立下大阵 熔炼那块陨石 另一边 经过三个多月的旅行后 楚行云终于驾驭着幽灵战舰 抵达了星辰之海 北方入口处的龙首星 如果把星空世界 比作大海的话 那么奇迹之路 便是一条长龙 而天龙星 则正好位于龙首的部位 因此命名为龙首星 当然 作为一条长长的传奇之路 其实本身是没有首尾之分的 两端都可以是龙首 也都可以是龙尾 不过 这世界就是这样 所谓您为鸡首 不为牛尾 既然都可以是龙首的话 那当然都要做龙首吧 龙首星巨大无比 足有乾坤世界的上万倍大小 按理说 其重力应该是非常恐怖的 可是其实不然 龙首星是中空的星辰 其质量并不大 因此 星球上的引力 也没有想象中高 其重力和雷神世界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龙首星最奇特之处 是拥有九颗卫星 随便一颗卫星的体积 都足有乾坤世界千倍大小 寻常之人 根本没有资格登陆 龙首星本星 最多只能登陆 九颗卫星之一 只有获取了资格后 才可以登陆龙首星本星 为了避免被发现 楚星云寻找了一条杂乱的陨石带 将幽灵战舰藏在了其中 并且对三千钢铁战士 以及三千巨骨射手 下达了巡逻的命令 本章完 第1984章 莫道军行早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在楚星云回来之前 一切靠近幽灵战舰的人 士 雾 都将遭受三千巨骨射手的射击 一旦有人强行登陆战舰的话 三千钢铁战士 更是会一涌而上 将所有敌人 杀死在甲板上 退一万步说 即便来敌杀死了 所有的巨骨射手 和钢铁战士 也没什么用 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呼吸时间 这些巨骨射手和钢铁战士 便会重新凝聚起来 而且 幽灵战舰虽然外形是战舰 但是事实上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舱门和出入口 因此 除非彻底毁掉这方世界 否则的话 战舰内部的空间 是绝对安全的 确认幽灵战舰隐藏妥当之后 楚星云戴上了袁红 牛夯 朝龙守心赶了过去 之所以不带飞联一起去 原因很简单 一旦幽灵战舰遭受了攻击 斐联帝尊可以驾驭战舰反击 或者是逃逸 一旦飞联帝尊也走了 那一旦遭受攻击 就只能死挨硬抗 根本坚持不了太久 驾驭着长达万米的雷神战舰 楚星云带着袁红和牛夯 以及三千名魔灵 朝着龙守心赶了过去 那三千名魔灵 是负责驾驶战舰的 只有通过实际的驾驶 他们才更容易了解 和掌握战舰的各项设计 如果不实际去操作 去驾驭的话 所有的设计 都必然是盲目的 没有依据的 一路行去 魔灵三千飞 不断地以星空中的陨石为假想敌 不断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实战演习 一路之声 雷神炮不断地咆哮着 倒也热闹无比 终于 一周之后 长达万米的行云号雷神战舰 获得了龙手星卫星的许可 慢慢地停靠在了龙手星外的 星空巨港之内 朝周围看去 龙手星外 到处排满了密密麻麻的 星空战舰 红的 蓝的 绿的 紫的 各种颜色 各种形状 各种款式的战舰 简直应有尽有 原本 楚行云以为 雷神天地便是附近 最大的星空战舰贩卖者了 可是来到这里才发现 雷神战舰根本什么都不算 最让楚行云感到尴尬的是 他自认为是独家发明的 将一方世界炼化为战舰 其实也并非真的是他独家的发明 放眼看去 楚行云所在的第六卫星港外 上万艘星空战舰中 以星辰为载体 以世界为战舰的星空战舰 足有上千艘 看着一艘艘或金碧辉煌 或威武不凡 或五彩缤纷的 或争宁霸道的星空战舰 楚行云不由暗暗叹息 其实想来也是 楚行云才成为天帝几年 他能想到的 其他天帝耗费了千万年时间 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所谓 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航人 看着周围的星海 楚行云第一次端正了自己的态度 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 星海之内 最不缺的 就是绝顶聪明之人 尤其是 当楚行云看到一艘长达万里 雄壮威武 战舰上那三千尊上百米高 手持雷霆的巨人时 更是明白了自己的狭隘和无知 虽然没有亲身测试 但是楚行云可以感觉到 那战舰之上的雷霆巨人 绝对比他的巨骨射手 以及钢铁战士 强大千万倍 一旦和这艘战舰正面遭遇 千万道雷霆下 整个幽灵战舰将在一个时辰之内 被那恐怖的雷霆彻底化为铁水 除了这艘战舰外 不远处的一艘战舰更是奇特 周身布满了奇异的法阵 战舰的各个位置 到处都安装慢了 长达上千米 巨大无比的炮管 感受着那艘战舰散发出的恐怖能量波动 楚行云知道 类似乾坤事件那样的行星 根本就抗不过一轮炮击 直接就会化作宇宙尘埃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终于意识到 被他看得很高的雷神天地 在这星辰之海里 其实只是一个无名的小虾米而已 虽然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的星海生物 但是和真正的高手比起来 雷神天地根本就不入流 按照指定的地点 楚行云挺稳了战舰 随后和袁红以及牛航一起 登上了龙首星九颗卫星中的第六星 刚一落地 三个顶着猪脑袋 拥有一双尖锐獠牙 以及一对巨大耳朵的猪妖 便哼哧哼哧地跑了过来 楚行云知道 这猪妖肯定是 负责办理登陆手续的 于是主动迎了过去 走到近处 那楚行云停下了脚步 刚准备开口说话时 为首的那个黑皮猪妖 自着一对尖锐的獠牙 视若无睹地和楚行云擦肩而过 朝着后面的袁红和牛航迎了过去 一把拽住了袁红的大手 那猪妖哼哧着道 欢迎尊贵的巨猿族朋友 来到我们野猪星 尊贵?巨猿族? 野猪星? 听到这几个关键字眼 楚行云不由的一阵苦笑 确实 巨猿族在妖族中 是高于民族和战族的贵族 虽然在地位上 不如狮虎雄三大王族 更不如鹰雕就三大皇族 但是在妖族中 也算是中间力量了 无论到了哪里 都会被重视 至于牛腔 虽然他的实力不比袁红差 可是牛族却只是妖族中 最低的民族而已 在整个妖族 身份和地位 是最为低下的 至于人族 楚行云甚至怀疑 整个星辰世界中 到底有没有人族存在 单就楚行云所知 人类的战舰 第一战就抵达了乾坤世界 然后遭遇了乾坤世界里的妖族 并且一直被堵在那里 自保都成问题 如何能继续向前探索 正暗暗猜测之间 那猪妖用妖族通用语言开口道 尊贵的巨猿族朋友 您的仆人和奴仆 实在太不讲规矩了 一个走在您的前面 一个和您并肩而行 看来 以后您得加强一下教育啊 什么 你 听到那猪妖的话 牛腔顿时瞪大了牛眼 便打算发怒 开什么玩笑 他牛腔可不比袁红弱 大家都是大王的护卫 凭啥不能并肩一起走 不只是牛腔怒了 就连袁红也怒了 开什么玩笑 把牛腔当成他的仆人也就罢了 可是他竟然把大王当成奴仆 这简直罪不可恕 眼看着两个憨货进入暴怒模式 楚行云急忙咳嗽了一声 低声道 我们走得快 是想开路 并且办理相关的手续 这也有错吗 哼哧哼哧 斜眼看了看楚行云 那猪妖道 在这里当然怎么样 都没问题了 不过 要是有机会进了龙手心内心事件 你们这样可是会挨揍的 说话之间 那猪妖晃了晃大耳朵道 好了 我来帮你们登记一下 你们这次来 是补给 采购 还是出售货物 面对猪妖的询问 袁红愕然瞪着一双眼睛 茫然地看着那猪妖 他哪里知道 来这里做什么 那是大王需要关心的事 面对于此 楚行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我们这次来 既想补给一下 又想出售一点货物 如果有好货物的话 顺带也想采购一点 冷冷地横了楚行云一眼 那猪妖打开表格 快速地填写了起来 很快 那猪妖登记完毕 掏出一张玉石卡片 递给袁红道 好了 拿上这张卡片 这野猪星你 可以随意游逛 不过 要想进入龙首星的话 必须拥有星空之正 本章完 第1985章 唏嘘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星空之正 听到那猪妖的话 袁红疑惑地抓了抓脑袋道 星空之正是什么东西 从哪里可以得到 面对袁红的询问 那猪妖陪着笑脸道 星空之正 是星空强者的证明 只有通过考核 证明自己是星空强者 才可以进入龙首星内心 从而进入星辰之海 听到那猪妖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皱了皱眉头道 怎么 听你所说 那龙首星 是进入星空之海的必经之路 断然点了点头 那猪妖道 没错 龙首星是空星的 龙首星的核心处 就是通往星辰之海的空间大裂谷 恍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知道 想进入星空之海 踏入奇迹之路 是必须进入龙首星的 至于那所谓的星空之正 其实就是一个准入证明而已 星面移动之间 楚行云迅速感应到了死灵世界 并且第一时间 向魔灵皇后 以及魔灵元帅下达了命令 接到命令之后 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驾驭着行云号雷神战舰 缓缓离开了空港 朝着幽灵战舰的方向赶了过去 想进入星辰之海 是必须抵达龙首星的 因此 除非不带幽灵战舰过去 否则的话 是无论如何也藏不住的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虽然在楚行云看来 幽灵战舰很奇怪 很特别 很惹眼 可是事实上 比幽灵战舰更奇怪 更特别 更惹眼的战舰 整个空港内随处可见 根本就没人在意 如果撤掉了死亡天幕的话 幽灵战舰 反而可能是这里最普通 最平常 最朴素的一艘了 根本没什么可怕的 因此 楚行云命令下 魔灵元帅和魔灵皇后 驾驶着行云号战舰 一路赶了回去 把幽灵战舰给开过来 至于楚行云 圆红牛腔三人 则迈步进入了野猪星 接下来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通过考核 拿到星空之正 进入野猪星 楚行云不由地探为官职 朝周围看去 整个野猪星内的居民 主要以幽族为主 但是出乎楚行云预料的是 这里的人族竟然也是数量众多 占了总数量的一半以上 不过 人族的近况 显然非常不好 虽然没有询问 也没有详细了解过 但是看了一小会 楚行云就可以确定 人族在这方世界内 属于地位最为低下的奴族 即便是猪族 马族 牛族 羊族 鹿族 以及狼族 这六大妖族的身份和地位 也远比人类高得多 抬头看了看天色 正是正午时分 此时此刻 正是午饭时间 朝周围看了看 楚行云带着袁红和牛夯 一同进入了路旁的一家酒馆之内 进入酒馆 楚行云放眼朝周围看去 入目所见 一个身材庞大 但看起来却胖乎乎的猪族 正邪躺在高大的柜台后面 只把一堆大耳朵 露在外面 见到楚行云三人进来 那胖乎乎的猪族 猛地坐了起来 吭吃着道 欢迎欢迎 几位要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酒 朝周围看了看 楚行云道 有什么招牌菜 给我们上几道 好酒来上几壶 要快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猪老板顿时笑眯了眼睛 大声要喝道 猪头肉来一盘 猪肘子来两对 上好的烈酒一缸 要快啊 随着猪老板的声音 后厨很快便响起了叮当的声响 很显然 饭菜已经下锅了 很快 两个人足年轻人 双手举着两个大托盘 托盘内放着两个熏烤成金黄色的巨大猪肘子 快步赶了过来 面对这种油腻的食物 楚行云是没多大兴趣 但是牛腔和袁红 却是非常喜欢 一人拽起了一只大猪肘子 啃得嘎吱乱响 满嘴流油 见到那两个店小二要转身离开 楚行云急忙招了招手道 你们且等一下 我有几句话 要问问你们 面对楚行云的挽留 那两个年轻人不由得一阵迟疑 不过很快 其中一个年轻人道 这样吧 我留下来回答您的问题 我的伙伴 还要去后处帮忙 点了点头 楚行云挥手道 也行 留一个就可以了 你忙去吧 送走了那个店小二后 楚行云转过头 朝那人类的年轻人看了过去 淡然道 这个世界的人族 是哪里来的 嗯 疑惑地看了看楚行云 那人族年轻人道 你这问题好古怪 我哪里知道 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哪里来的 反正自我出生后 就一直在这里了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难道 你的父母 你的爷爷奶奶 没有和你说起过 人族的起源吗 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年轻人道 没有啊 对了 爷爷好像说过 人类是来自天上 哦不对 是来自天地 也不对 听着那年轻人语无伦次的话语 楚行云心里一动道 他们说的是乾坤吧 对对对 猛然点了点头 那年轻人道 对 就是乾坤世界 爷爷还说了 乾坤就是天地的意思 我一时给记魂了 了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那你爷爷说没说过 你们来到这个世界 有多久了 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年轻人道 这个就不知道了 反正一两万年的时间里 人类一直在这个世界中生活 至于什么时候来的 就不知道了 点了点头 楚行云掏出一块金子 扔给了那个年轻人道 好了 我没什么问题 要问的了 你去吧 愕然看了看手中的金子 又看了看楚行云 那年轻人狂喜地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时 却被楚行云白手制止道 去忙你的吧 深深点了点头 那年轻人将黄金揣进兜里 快步朝后厨走了过去 目送那年轻人离开 楚行云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很显然 这方世界内的人族 就是妖族从乾坤世界抓来 并且运送过来的 妖族虽然身强体壮 但是却不擅长烹饪 不擅长纺织 也不擅长制作各种器具 可以说是又缠又懒 四体不情 而人类 恰恰非常精通 非常擅长这些工作 而且非常聪明勤快 心灵手巧 因此 对于妖族来说 人族是最好的奴仆 没有之一 饱餐了一顿后 楚行云带着唏嘘的心情 离开了酒馆 稍微打听了一下后 朝着天星楼赶了过去 想进入星空之海 先得证明自己拥有星空强者的实力 否则的话 是不允许进入奇迹之路的 本章完 第1986章 星空之正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天星楼 是负责组织星空考核的的专业部门 只有通过天星楼的考核 才可以得到星空之正 从而拥有进入星辰之海的资格 每年 星辰之海北方的荒芜星海中 都会诞生很多强大的势力和个体 所有人都想要进入星辰之海 荒芜星海中 资源匮乏 天地灵气也非常稀薄 想要更快地提升实力和境界 想要度过每万年一次的天地大劫 就必须要进入星辰之海 踏上奇迹之路 虽然星辰之海无比的危险 但是也拥有着无限的机遇 可以说 不进入星辰之海 每次遭遇天地大劫 一百个帝尊 要死九十个 而一旦进入了星辰之海 则一切都不一样了 奇迹之路中的强者 甚至可以凭借强大的肉身 硬抗天劫而不死 传说中 星辰之海中的至强者 曾经逆劫而上 一刀披散劫云 庇护一方世界所有生物 不受天劫所伤 可以说 不进入星空古路 早晚是要死的 就算运气好 能度过一劫 两劫 也注定过不去三劫 而一旦进入星空古路 一切就大不一样了 各种可以帮助 帝尊度劫的心法 阵法 宝物 丹药 可谓是层出不穷 甚至于 如果运气足够好 败入星空大能的山门 更是可以在天节降临时 得到大能的庇护 只要躺在床上 悠闲地喝着小酒 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天节 可以说 进入星空之海 有可能死得很快 但也有可能永远不死 全看个人选择了 星辰之海 指的并非是整个宇宙 而是整个宇宙中 能量最丰沛 物产最富饶的核心区域 从太古时代起 太古万族便在这片新海中厮杀 争夺着各条星云 星河 星系 乃至星球 虽然太古万族在连绵的战火中 大多数都已经被灭绝了 但是千万元会一来 太古万族制造的各种战甲兵器 乃至法宝战舰 却都留在了太古战场之中 因此 和星辰之海之外的星空比起来 星辰之海内 可谓是遍地黄金 无论想得到什么 星辰之海内都可以找到 荒芜星空内 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手 蜂拥感到龙首星 想要进入星辰之海 踏上奇迹之路 一来 是为了淘金 不过更多的 是为了追求无上的实力 以及永恒不死的生命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每年要进入星辰之海的高手 实在太多了 而大多数团队或组织 其实并没有进入星辰之海的能力 虽然说 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可是 大量的战舰残骸 漂浮在星空之中 密密麻麻的 已经封锁了航路 根本无法通行 星空战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全速状态下 一旦撞面撞上这些战舰残骸 那结果可想而知 就算不是剑毁人亡 也必定会让战舰受到巨大的损伤 曾经 仅仅是一周的路程内 便悬浮着超过几百万艘各式战舰 原本一个周就可以跨越的路程 因为这些星空垃圾的存在 硬是要耗费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跨越 因此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出现 星空大能联手之下 炼制了这颗龙首星 将星辰之海的入口 封印在了龙首星的地星之内 自那时候起 想进入星辰之海 就必须通过考核 取得星空之证 否则的话 还是留在荒芜星空 自生自灭吧 进入天星楼 楚行云提出了星空之证的考核申请 经过详细了解才得知 每年一度的考核 距离现在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星空考核 一共分为三项 分别考核力量 勇气 智慧 三项考核同时进行 因此 不可能由一个人 同时考三项 必须派出三个高手 分别参加三项考核 之所以如此 原因很简单 能够进入星辰之海 踏上奇迹之路的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团队之内 只有一个强点的话 那这个团队绝对走不远 早早晚晚 必然会成为星海中 漂浮着的星空垃圾 没有力量 是无法对抗那些星空虫族 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星海海盗 没有勇气 根本就不敢进入那些险地 实力根本无法得到提升 就侥幸苟活了下来 也只是在浪费星海内的资源和机会 至于智慧 这个就不多说了 没有智慧 在星辰之海中 绝对是寸步难行 作为一个团队 一方势力 若连个智囊都没有 试问 要如何发展 如何壮大 如何成为星空之中的强者 星辰之海中 只尊重强者 奇迹之路上 只崇拜英雄 因此 星空之正的考核 一直是本着宁缺无烂的原则 很多时候 三场考核下来 竟然没有任何团队 可以通过考核 没有任何一支舰队 有资格进入奇迹之路 详细了解了三项考核内容和方式之后 楚行云朝圆红和牛航看了过去 面对楚行云的注视 牛航嘿嘿笑道 大王 力量考核 就交给我吧 我就不信 还有人敢和我比力量 赞叹地看了看牛航 圆红道 还真别说 牛航的力量 绝对不是吹的 尤其是开启了狂牛血脉后 那简直太恐怖了 嘿嘿一笑 牛航道 比力量 我从来没怕过谁 不过 如果说到勇气的话 一旦开启了狂怒血脉 圆红的脑子里 哪还知道什么叫恐惧 听到牛航的话 圆红傲然挺起了胸脯 啪啪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道 别的不说 咱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勇气考核就交给我吧 微笑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既然如此 那么剩下来的智慧考核 就只能我来了 用力地点了点头 牛航道 我们俩虽然不笨 但是更多的是战斗智慧高 如果全方位去考核的话 我们俩就抓瞎了 尴尬地抓了抓脑袋 圆红接口道 是啊 谁说我们俩笨 我非跟他急不可 不过 要说我们俩很聪明 那也太勉强了 微笑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凝聚成一体 那我便同时拥有了 圆红的勇气 以及牛航的力量 对对对 开心地点着头 圆红道 只要我们团结一起 互帮互助 我就拥有了 牛航的力量 以及大王的智慧 嗯嗯嗯 憨厚地点着头 牛航道 是啊 大王肯定会帮咱们 想周全的 而打架时 圆红肯定会帮我 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本章完 第1987章 郁泽丽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啪啪啪 拍了拍手 楚行云道 既然这样 那没什么好说的 从现在开始 大家开始行动 为即将到来的星空考核 做好准备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圆红和牛腔 不由地对望了一眼 茫然道 准备 这有啥可准备的 到时候直接上去就是了 苦笑着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凡事欲择利 不欲择废 时到如今 我们连笔 什么都不知道 是为你上场时 知道该做什么 怎么做吗 尴尬地抓着脑袋 牛腔道 所以我都说了吗 凡事 大王会帮我们 想周全的 嘿嘿 点了点头 圆红接口道 是啊 虽然我们自己去了解 肯定也能探听到很多消息 但是必定不全面 不系统 所以还是要大王帮我们了解一下 无奈地摇了摇头 楚行云问明了三处考核的地点后 带着圆红牛腔 离开了天心楼 第一站 一行三人抵达了决斗场 经过仔细询问 楚行云三人 很快就了解了决斗场的规则 决斗场内 不允许穿戴铠甲 全身上下 除了武器外 只允许穿一条短裤 至于比赛的规则 也多种多样 每年都不相同 一对一 两对二 三对三 进行分组对战 也有一对一 一对二 一对三 每一场的人数增加一人 谁坚持到最后 谁就是胜利者 还有就是 败者淘汰 胜者相遇 每一轮遇到的 都会是更强大的对手 决斗场的决斗方式 可谓是千变万化 每一年都会更改 面对这些 楚行云也很无奈 询问了半天 所能知道的 就是可以携带一件兵器进场 不许穿戴铠甲 其他的都是未知 离开了决斗场 楚行云带着袁红和牛腔 一路赶去了斗兽场 斗兽场的规则 倒是非常简单 没有决斗场 那么变活多端 斗兽场考核 就是参加考核的舞者 与新兽之间的战斗 斗兽场内 不但不允许穿戴铠甲 甚至连兵器都不允许使用 只能赤手空拳 与强横的新兽近身肉搏 新兽是星空中最常见的妖兽 纵横来去 力大无穷 因此 想击败凶兽 就必须在力量上压制它 否则的话 绝对是有败无胜 详细了解了斗兽场的规则后 楚行云将袁红和牛腔 留在了决斗场和斗兽场 虽然比赛远远没有开始 但是这两大场所 每天都有比赛 龙手兴的权贵们 最喜欢这样的比斗 因此 两大竞技场 每天都是人头攒动 每场都是爆满 虽然想要看比赛 需要花费不菲的金钱 但是为了 能够获得星空之正 这些钱不能省 安排好了袁红和牛腔之后 楚行云朝着最后的一处 比赛场的走了过去 三大考核中 力量考核由牛腔负责 勇气考核由袁红负责 剩下的智慧考核 就只能交由楚行云来负责了 可是 赶去智慧考核的场所之后 楚行云才得知 智慧的考核 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场地 考核的内容 也是每年都在变 虽然都是每年都变 可是决斗场的规则 却是在几百个规则之内切换而已 可是智慧考核的内容 过去三千多年来 从来就没有重复过 每年都不一样 不仅仅没有场地 没有规则 甚至连考核的内容 也完全不知道 楚行云试着给了些小费 打听了一下最近十年的智慧考核内容 可是只稍微一了解 楚行云便知道 根本没有逻辑可循 无奈之下 楚行云只好转身离开 智慧考核的内容 只有到考核开始的时候 才会知道 完全没有办法提前准备 回到了街道上 一时之间 楚行云有点茫然 距离今年的考核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袁洪和牛腔 每天都要修炼 以及观看比赛 以彻底了解和掌握决斗场 和斗兽场的规则和技巧 丁香姐妹 已经驾驭着雷神战舰 回幽灵战舰那边去了 接下来 必须将幽灵战舰开过来 不然根本无法进入星辰之海 因此 楚行云截然一身 也没有任何事可做的 在街头沉吟良久 楚行云终于有所决定 既然无所事事 那不如去这里的商业区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拍卖行之类的店铺 作为北方星空的入口 龙首星的商业地位 显然是无庸置疑的 但凡稍微有点眼光的人 都会选择来这里开设店铺 可以说 人多的地方 就有商铺 商铺多的地方 商业就发达 商业发达的地方 就会吸引那些有宝贝的人 前来拍卖 只稍微一打听 楚行云便得知 龙首星的九颗卫星 都属于大宗货物交易区 拍卖行之类的店铺 都在龙首星上 当然 凡事无绝对 在龙首星九颗卫星中的第一星上 便建有一家拍卖行 如果说 龙首星上的拍卖行 针对的是星辰之海中的星空强者的话 那么龙首星外 第一卫星上的拍卖行 针对的就是星辰之海外 荒芜新海中的各大势力 很显然 真正的好东西 肯定是在龙首星上 拍卖给各路星空高手的 也只有他们 才出得起高价 而那些上不了台面 星空高手根本看不上眼的垃圾 才会被送到龙首星的第一卫星上 低价拍卖给荒芜新海中的各大势力 当然 凡事无绝对 任何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即便是星空强者 也不例外 过去无数年来 发生过很多次打眼事件 明明是星空强者都垂涎欲滴的宝贝 却被误认为是垃圾 送去了第一卫星拍卖 这种情况虽然不多 但其实也绝对不少 甚至每年都会发生两三次 差别只是大漏还是小漏而已 真正的大漏 可以说是十年难得一遇 可是小漏的话 却几乎每年都能遇到几次 因此 很多星空高手 也会参加第一卫星的拍卖 期待着能低价减漏 不过事实上 绝大多数这么做的人 最终都赔得血本无归 漏要是那么好减的话 拍卖行根本就不会漏 最让楚行云开心的是 第一卫星上的拍卖行 每年都会在星空之正的考核前 举办一次超大型拍卖会 更为巧合的是 这场拍卖会 是在每年的星空之正考核前 三个月时举行 算算时间 就是在一周之后 得知这个消息后 楚行云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她的次元空间内 虽然拥有不少的黄金 可是想去拍卖行 拍下自己心仪的宝贝 却远远不够 楚行云次元空间内的黄金 都是前段时间自魔灵世界的宝库内取出来的 原本 魔灵一族的黄金储备是很多的 可是几年之前 都被人族七大将取走 用来为他们麾下的大军 炼制武皇套装去了 而且事实上 就算他们没拿 那点黄金也太少了 根本买不到什么 如今 只有等蟒蛇之躯那边 在丁香姐妹 以及烈焰军团的帮助下 炼化那颗星球 才可以得到海量黄金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那边最少 还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完成工作 现在根本一两黄金都送不过来 本章完 第1988章 特产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快速地在次元空间内翻找了起来 试图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兑换成黄金 去参加那场拍卖会 翻找了好半天 楚行云也没找到太值钱的东西 终于 楚行云将目光 转向了次元空间内 那些装在天然竹筒内的 雾道茶 这雾道茶 是乾坤世界的特产 虽然也许没有多贵重 但却绝对是乾坤世界特有的 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每一方世界 都拥有着类似的特产 即便是楚行云的死灵世界 其实也是如此 只是他还没有发现而已 作为世界主宰 自然有权拥有这方世界的特产 因此 乾坤意志 将雾道茶 以及那方小世界一起 送给了楚行云 那雾道茶只有三千克 每个月可以采摘一次 产量并不高 因此 即便已经采摘了半年时间 也才装了一万竹筒而已 不过 这一万竹筒之中 有三千竹筒内的茶 和其他的茶 是完全不同的 要知道 这些茶树 在这方小世界内 已经不知道生长了几千万年 却一直没有人采摘 因此 这第一批 一共三千桶茶叶 不知道挂在茶树上几千万年了 仔细看去 每片茶叶之上 都分布着九条墨绿的稻纹 九条稻纹组合在一起 便凝结成了茶叶的叶脉 可以说 这样的茶叶 每一片都是宝贝 不得其法之下 楚行云根本舍不得喝 要喝一杯好茶 可不是随便烧点水冲泡就可以的 水要好水 茶具也要好茶具 冲泡的方式 更是诸多讲究 否则的话 就会破坏茶叶内蕴含的法则和道性 不过 这么珍贵的茶叶 楚行云自己喝都舍不得 更别说拿出来卖了 因此 无奈之下 楚行云决定 先去拍卖行看一看 一路赶去了龙首星 九大卫星中的第一星 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拍卖行的位置 一询问 楚行云便开心地得知 在拍卖前 所有上拍的宝贝 都将在拍卖行中展出 只要缴纳一定的金钱 便可以进去观看 以确定拍瓶里 是不是有自己需要的宝物 缴纳了入场费用后 楚行云进入了拍卖行的展厅之内 仔细地观看了起来 放眼看去 巨大的展厅之内 被间隔成了十大区域 每个区域内 都陈列着上百件宝贝 一路看去 绝大多数的宝贝 楚行云别说见 连听都没听说过 每一件宝贝 楚行云都看得很仔细 虽然没见过 也不认识 更无从判断 但是楚行云还是尽可能地 去观察和揣摩 判断这些宝贝的类型 以及用途 可惜的是 尽管楚行云已经很用心了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光用眼睛看的话 无论如何 楚行云也分辨不出 这些宝贝的来历 以及作用 尽管如此 楚行云却还是没有放弃 一路走走停停 耐心地观看着 嗯 这 终于 楚行云猛地看到了一件 无比熟悉的宝物 放眼看去 精致的水晶柜内 一方三米高的古朴石碑 静静地耸立在那里 漆黑的石碑之上 点缀着一道道绿色的苔藓 确切地说 那也不算是苔藓 而是一块块绿色的 不规则形状的斑点 最让楚行云狂喜的是 除了那绿色的苔藓外 这石碑的材质和形状 和他得到的那块雷霆骨碑 以及金峰骨碑 是完全一样的 紧张地咽了口唾液 楚行云对着不远处的展厅馆里 招了招手 很快 那展厅馆里 便快步走了过来 不等对方开口 楚行云便愕然道 一块破石碑 也算是宝贝吗 这个有啥功能吗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那展厅馆里微笑着道 这块骨碑 是在荒芜新海中的 一颗星辰上发现的 可以自动吸收 一切瘴气和毒物 非常玄妙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瘴气也好 毒物也罢 都不过是凡俗之物 真正的高手 哪有怕这个的 尴尬的一笑 那展厅馆里解释道 这只是 我们目前摸索出来的功能而已 这石碑的材质非常神秘 相信很多 喜欢简陋的星空强者 会感兴趣的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道 这件宝贝 起拍价格是多少 伸出了五根手指 那展厅馆里道 起拍价是五仓黄金 至于究竟能卖到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五仓黄金 疑惑地看了看展厅馆里 楚行云道 这五仓 到底是多少黄金 听到楚行云的问题 那展厅馆里 不由得愣了愣 随即回答道 所谓的五仓 指的是边长一千米的立方体金块 一个为一仓 了然点了点头 确实 按照星空战舰的设计标准 一个货仓的体积 就是边长为一千米的正方体 可是 这一仓黄金 那不就是一座金山吗 现在 楚行云手头的所有黄金加起来 勉强能凑够一仓而已 可是这剧毒 古碑的起拍价 就是五仓黄金 当然 如果能开采完那颗黄金星球 别说五仓了 即便是五百仓 五千仓 五万仓 楚行云也绝对买得起 但是远水难就近火 这次拍卖 一周之后就要开始了 谢过了那展厅馆里之后 楚行云也没心思再逛下去了 最需要之物 此刻就摆在那里了 可是想得到这件宝贝 却是千难万难的 所谓 一文前南岛英雄汉 此时此刻 楚行云虽然算不得穷光蛋 但是想参加这种级别的拍卖 他差得还太多 离开了展厅 虽然不愿意 但是楚行云却还是决定 为了凝聚虚空法身 那块剧毒石碑 他即便倾家荡产 也要拿下 错过了这件宝贝 下次再想得到这个档次的宝贝 那就真的太难了 不要小看这不起眼的石碑 虽然楚行云不知道 这石碑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绝对是志强的宝物之一 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 非联帝尊只凭借一块金锋骨碑 便凝聚出了一兆非联大军 由此可见 这石碑中的能量 绝对是无限的 迟疑了一小会 楚行云转身朝拍卖行的方向走去 进入拍卖行 楚行云一路走到柜台前 随手取出了一桶雾道茶 轻轻放在了柜台上 对着柜台内的伙计道 帮我看一下 这种宝贝 可以上拍卖吗 疑惑地看了看那翠绿玉笛 似乎由玉石雕刻而成的竹筒 那伙计茫然道 你是卖竹筒 还是竹筒里有东西 面对伙计的询问 楚行云急忙道 我卖的不是竹筒 而是竹筒里的茶叶 本章完 第1989章 功效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什么 茶叶 愕然瞪大了双眼 那拍卖行的伙计怪声叫道 你是在逗我吧 你什么时候 听说妖族喜欢喝茶的 说话间 那伙计谨慎地朝内堂看了看 小声道 你也就是遇到我了 如果换了 是妖族在这里 直接大嘴巴抽你了 见到那小伙计连连挥手 是以他快走的样子 楚行云不由的内心一片温暖 无论身处何地 无论处境如何 人族之间始终是互相照抚的 不过 时到如今 楚行云可不能走 如果悟到茶不能上拍的话 那他就必然与那剧毒古碑失之交臂了 清晰了口气 楚行云道 我知道妖族喜欢喝酒 但是不喜欢喝茶 不过 我这可不是普通的茶 而是可以提升智力的悟到茶 什么 恶然看着楚行云 那伙计不可置信的道 真的假的 就喝杯茶而已 智力就提升了 断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没错 正是如此 你可不要骗我 否则的话 我一旦叫出了鉴定师 证明你是在骗我的话 那么 不但你要倒霉 我也要挨罚的 那伙计谨慎的道 严肃其表情 楚行云无比认真的道 我没活够 也不会闲着没事 逗你开心 这悟到茶 真的可以提升智力 说话之间 楚行云顿了顿 随后继续道 怎么 这悟到茶够资格上拍卖会吗 怪异的看了楚行云一眼 那伙计低声道 当然可以了 要知道 智慧是修行最重要的一项素质 提升了智慧 就更容易理解大道 修行的速度就更快 赞叹的看着楚行云 那伙计继续道 你记住一点 所有对修行有帮助的东西 别管帮助是大事小 都是各路强者打破头 也要争抢的 了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知道 虽然可能效果只是一般 但是 真正的高手过招 基本不大可能出现秒杀的局面 即便一方战胜了另一方 所胜者 也不过是一线而已 因此 但凡有益与修行的宝物 从来都是不愁卖不出去的 也不需要担心 卖不出好价来 再三追问 确定悟道茶真的可以提升智力后 那伙计羡慕无比地拉动了旁边的一个绳索 与此同时拍卖行内部一道清脆的铃铛声响了起来 拉动了绳索后 那伙计羡慕地看着楚行云道 如果悟道茶真的可以提升智力的话 那你可就发达了 说话之间 那伙计压低声音道 妖族虽然也有很多很聪明的种族 但是蠢笨的种族更多 那些脑袋都太灵光的 你这悟道茶 他们绝对会打破头去抢 正说话之间 一个身材勾楼 胡须花白的身影 从内堂的方向走了出来 仔细看去 那是一个猫族大妖 猫手人身 胡须花白 活得年数已经不短了 苍老的身躯 勾楼得非常严重 扶了扶脸上的水晶眼镜 那猫族大妖挥了挥手 赶走了那个小伙计 随后坐在了椅子上 朝桌面上的竹筒看了过去 那小伙计并没有离开 而是恭敬地站在一旁 简明恶药地 将悟道茶的情况说了一下 听说悟道茶可以提升智力 那猫族大妖 顿时眯起了眼睛 轻轻拿起竹筒 打开筒盖 轻轻凑在鼻子前闻了闻 下一刻 那猫族大妖摇了摇头道 不行 虽然这悟道茶 确实可以提升智力 但是效果太弱了 提升的智力太过低微 算不得宝贝 不能上台 说话之间 那猫族 大妖失望地站起身来 便打算转身离开 等等 见到那猫族大妖要走 楚行云急忙开口拦住了它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否如此 但是按照乾坤意志的说法 这悟道茶 对智力很高的生物 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对于那些低智慧的生物来说 这悟道茶 拥有着奇效 当然 如果楚行云可以掏出那三千桶 第一刹茶叶的话 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可关键是 楚行云舍不得 正如那小伙计所说 任何能提升修为 与修行有益的宝贝 都是最最珍贵的 那第一刹物道茶 楚行云根本舍不得卖 楚行云打算留着自己喝 因此 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 楚行云也要尽量去争取 能不出售第一刹物道茶 就绝对不出售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猫族 大妖停下了脚步 转头对楚行云道 怎么 你还有其他宝贝吗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我这物道茶比较特别 对于像您这样 智慧比较高的存在来说 效果是微乎其微 几乎等于没有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道 可是 对于那些低智慧的生物来说 这物道茶 简直就是奇效 可以快速地 大幅度地提升 低智慧生物的智力 哦 此话当真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猫族大妖顿时亮起了眼睛 身体慢慢转了回来 再次拿起那个竹筒 打开了筒盖 那猫族大妖道 口说无凭 必须以事实我证据 你可介意我取一份茶叶 进行一下测试 面对猫族大妖的询问 楚行云道 没问题 我也不想出差错 你随便取 随便是 我也希望详细了解一下 这物道茶的功效 喵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猫族大妖猛地昂起头 发出了一连串奇怪的猫叫声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愣住了 猫妖虽然长着猫的脑袋 但其实并不是猫 平时也是口吐人言 而不是猫语 现在 这猫族大妖猛然这么仰头 发出了猫叫声 为的又是哪般 正在楚行云疑惑之间 一只黑猫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上方的乌梁之上 随后身躯一宫之间 身影再次消失 当那黑猫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那猫族大妖的怀里了 撒娇般地伸出嫩红的舌头 舔着那大妖的面颊 慈爱地 搂着那只黑色大猫 抚摸着黑猫 那紧断般靓丽的黑猫 那猫族大妖道 这是我最心爱的宠物 小黑 说话之间 那猫族大妖 抓着小黑的右肘 对着楚行云打着招呼 只可惜 这只黑猫的智慧显然很低 不可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一脸茫然地看着楚行云 又看了看那猫族大妖 脸上的表情迷迷糊糊的 本章完 第1990章 晶莹的泪花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很快 那小伙计取来了一个白玉小碗 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对着那小伙计点了点头 那猫族大妖打开竹筒的盖子 右手食指凌空一条之间 三片雾到茶的叶片 从竹筒里飞了出来 落在了浴碗之内 很快 那小伙计便将提着一壶刚烧好的热水 慢慢倒进了那浴碗之内 清澈透明的热水 倒入浴碗之后 瞬间浸透了那碧绿的茶叶 接触到热水后 那卷曲成一卷的茶叶 也慢慢舒展开来 化作三枚翠绿无比 仿佛由翡翠雕刻而成的翠绿叶片 仔细看去 三道叶片通体翠绿 呈半透明状态 那叶脉上并无任何道文 但是叶脉的纹路 却扭曲蜿蜒 像极了生物大脑的纹路 随着三片茶叶与热水接触 一道翠绿的雾气 从雾到茶中散发开来 很快便将那浴碗内的热水 染成了碧绿的颜色 轻轻端起那浴碗 轻轻放在嘴边吹了吹 那猫族大妖赞叹的道 嗯 不错 不管这茶叶能不能提升智力 都是不错的好茶 最起码 它的香气很清烈 说话之间 那猫族大妖将浴碗 朝怀里那只黑猫的嘴边凑了过去 慈爱的道 小黑 喝了这个 可以变聪明 虽然那猫族大妖 声音很慈爱 但是那黑猫 显然就是一只普通的猫兽而已 完全听不懂人话 也根本不想喝那看起来怪怪的绿色液体 见到黑猫扭来扭去 无论如何 也不肯喝那误到茶 那猫族 大妖无奈地叹息一声 能量涌出 定住了那只黑猫 随后将浴碗里的茶水 灌进了黑猫的嘴里 一通猛灌之下 虽然那黑猫很想挣扎 但是在那猫族 大妖的能量禁锢下 根本一动都动不了 只能通过眼神 来表达内心的恐惧 终于 一小碗悟到茶 连同三片茶叶 一同灌进了那只黑猫的肚子里 直到这时 那猫族大妖 才松开了能量禁锢 刚一离开那猫族大妖的怀抱 那黑猫便张开了嘴巴 并且用前爪不断地扒拉着嘴巴 试图把喝进去的茶叶 给扒拉出来 只扒拉了几下 那黑猫便愣住了 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爪子 又看了看那猫族大妖 随后身躯一阵摇晃 倒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不好 这 见到那黑猫摇晃了几下 昏倒在柜台上 那小伙计顿时惊恐了起来 以为那黑猫被误到茶堵死了 不过楚星云和那猫族大妖 却并不这么认为 凭借他们的实力 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 这只黑猫的状态 不知道有多好 现在 那黑猫之所以昏睡 其实是在消化和吸收悟道茶的力量 接受悟道茶能量的冲刷 以提升智慧 看着那昏睡的黑猫 楚星云道 你可以将妖族的基本语言 灌入她的脑海里 这样一来 一旦她醒过来 就能听懂你的话了 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猫族大妖道 我很多年前 就已经把妖族的基础语言 灌入她的脑海里了 可惜的是 她一直都听不懂我的话 耸了耸肩膀 楚星云道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等她醒来 就可以知道 悟道茶的效果了 兴奋地点了点头 那猫族大妖 轻轻抚摸着那只黑猫 慈祥地道 这只黑猫 是我老伴最喜欢的宠物 十几年前 我老伴为了救我 离我而去之后 便只有她 继续陪着我了 正抚摸之间 那黑猫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猛地睁开了眼睛 警惕地抬起头 朝抚摸着自己的猫族 大妖看了过去 发现抚摸自己的是 那猫族大妖后 黑猫的眼中 不由露出了愉悦的光芒 轻逆将脑袋 靠在猫族大妖的手背上 轻轻地摩擦着 感受着黑猫轻逆的举动 那猫族大妖道 小黑 你现在能听懂我的话吗 听到猫族大妖的话 黑猫猛地抬起头 朝猫族大妖看了过去 目光中 竟是疑问之色 见到这一幕 那猫族 大妖失望地叹息一声 苦笑着道 提升的还是不大 他还是听不懂我说的话 看了看那只黑猫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如果误到茶 只有这点功效的话 那确实算不得宝贝了 还上什么拍卖啊 不过 即便只有一线希望 楚行云还是不想放弃 清了清嗓子 楚行云张开嘴巴 用妖族通用语言道 小黑 你如果能听懂的话 就点点头 或者举举找 听到楚行云的话 那猫族 大妖哈哈一笑道 你真的太高看小黑 太高估你的 话刚说到一半 那猫族大妖猛地闭上了嘴巴 双眼瞪得大大的 放眼看去 那古墓柜台之上 毛色黑亮的黑猫 一边举着黑色的小爪子 一边用力地点着头 和楚行云所说的完全一致 只一刹那之间 那猫族大妖 就想到了很多 刚才他只是询问 黑猫能不能听懂他的话 可是黑猫虽然能听懂 但却不会说话 因此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直到楚行云给出了表达方式后 那黑猫才瞬间动了起来 按照楚行云所说 又是举爪 又是点头 忙得不亦乐乎 激动地看着黑猫 那猫族大妖道 小黑 你真的能听懂我的话吗 去 去把那个水壶给我推过来 听到猫族大妖的话 那黑猫瞬间窜了出去 停在了水壶边 一双前爪抬起 推着那水壶 朝猫族大妖的方向推了过来 哈哈哈哈 见到这一幕 那猫族大妖 不由仰天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晶莹的泪花 不由地从眼角滑落了下来 一把将那只黑猫抱在怀里 那猫族大妖道 宝贝 你这物道茶 绝对是最顶级的宝贝 虽然对高智慧的生物无用 但是却可以让一个非智慧的生命 拥有中等智慧 中等智慧 疑惑地看了看那猫族大妖 楚行云不解的道 这智慧是如何划分的 所谓的中等智慧 指的又是什么 轻轻地抚摸着花白的胡须 那猫族大妖道 通常而言 星辰之海内 将智慧分为三等 第一等为低等智慧 可以听懂语言 可以根据命令 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事情 第二等为中等智慧 可以交流 可以学习 可以进行理性思维和判断 第三等为高等智慧 可以寻找美 发现美 感受美 创造美 能够感受到艺术的存在 了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如此说来 我们人类 应该是高等智慧生命 只不过 顿了顿 楚行云看着那猫族大妖道 高等智慧之上 又是什么呢 本章完 感谢观看 实际上 同病 大妃 不 大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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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慧 深厚 的